comedy 女王 驾到 谴左 你说多少遍 别总了 早 文静姐 咱俩来了吗 在楼上等您呢 大家早上好 文静姐 你今天这么漂亮 这倒买高跟鞋了 我说了多少次了 不要穿松高鞋 一点都不时尚 文静姐 这是你要的资料 原来两家公司员工的培训 已经做完了 新的那家还没弹起来呢 我也去过他们公司几次 可是他们公司一直都很犹豫 也没给什么确切的答复 要不我们在价格方面 再给他们让一让 凭什么要让啊 这公司老板就这样 抠门 又想提高点档次呢 又不舍得花钱 一提前就拿刀割他似的 实在不行这事你别管了 我亲自出马 行 文静姐 楼下吵什么呢 和你帮我说我形象不行 你这不就是形象包装吗 先生 先生 您能清醒的时候再来吗 我现在很清醒 你现在是什么这是 小丽姐 她喝多了 谁喝多了 我没喝多啊 我现在很清醒 非常清醒 你们必须现在给我包装包装 就现在 你干哪儿呀 你干哪儿多好啊 放手 放手 这是啥呀 放手 你是谁呀 我呀 放 好 包景 喂 你好 我要包景 她叫韩文静 是我两个的最好朋友之一 她开了一家形象设计工作室 把人做形象包装和礼仪培训 偶尔也会做宴会长大 不过这不是她的主要 至于她的主要是什么 估计连她自己也不清楚 韩文静最大的特点 是谁都认识哪儿都有的 也就是大家平时嘴里说的名媛 于是 我们都亲切地称呼她 名媛 我叫周小北 半年前 辞掉了大学老师的工作 满怀信心地写了个剧本 想要进军影视业 明天 是我跟韩冰结婚的日子 半小时前 刚刚接到韩文静的追命连环坑 说不管在哪儿都千万别动 让我待在原地等她 好 你那么着急找我干吗 给王渊买礼物啊 早干吗去了 她的生日礼物早就买好了 小鬼 你说的是生日礼物 说的是生殖礼物 马上 王渊生了 生了 你说你 现在脑子一出了结婚 还有别的事吗 来 两张飞巴里的机票 后天就走 真结呀 当然了 我理想中的婚礼就是这样的 两家人在一起简简单单吃个饭 把半酒席的钱拿出来 去国外旅行 你真是有精神病了 结婚就够傻的了 还旅行结婚 傻的国外去了 去国外结婚怎么了 我当初还想去国外教堂呢 你有宗教信仰吗 你是基督徒吗 就去教堂结婚 好像结婚还不够悲惨似的 自己昭告天下路人皆知 韩文静 你话别说得太早 你早晚也得有这么一天 是吗 她叫王源 是一家公司的白领 今天是她的生日 也是公司将要宣布她升职的日子 王源在工作中 和生活中的性格完全不同 简直就是精神分裂 私下里特别温柔 甚至有点木 什么话都喜欢藏在心里 不爱跟人说 可一到职场 她就这样了 C区的销售任务是两百二十万 各区的老总回去制定一份 详细的销售计划 下周一之前必须要提交上来 没有什么意见的话再会吧 喂 今天是你的生日 又是你升职的日子 我有礼物要送 怎么 你要请我吃饭啊 中午吃饭的时间根本没有了 不过 我一会儿可以把礼物先给你送过去 好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你戒指呢 你说你好容易接此活 为什么连个像样的戒指都没有啊 反正你本来说要买了 可我觉得吧 一个石头那么多鞋 我觉得太不值了 后来我就有买戒指的钱 订了巴黎最好的酒店 亏得你是我朋友 要不让我建议去看精神科啊 你还傻瓜 那你听见人怎么那么眼熟啊 我就想能做这个 我呢 你怎么能确定是欧老 chúng 肯定是她 你看看这儿干嘛 今天是我太太过生日 我想给她挑一条项链 想选薄金 黄金还是钻石呢 都可以 我自己看看 好的 你慢慢挑选 她太太也是今天生日 我的妈呀 小姐 这条项链是我们看看 先生 您只有眼光 这是我们店的最新款 我到时候给你看看 게요 行 就这条吧 完完你给包下 林太太可真赏我 你好 我说你继续进去 你好 你好 小姐 我要这支笔 好 这支标的 这东西倒像是给王农儿买的 挺有品味的 还跟吗 算了吧 晚上就知道送了是什么了 走 找王农儿去 你好 小姐 给我包装一下 好的 请请先包装纸 好 这个吧 谢谢你啊 不客气 喂 谁给我发短信 你帮我看一眼 咱俩分手吧 咱俩分手吧 卢川 什么 给我打过去 卢川 我告诉你 不是你给我分手 是我跟你分手 混蛋吧你 你 reaches out 老板 你怎么回事 你不要 mob眼 你怎么回事 你都帮过去 我叫你终于 他要帮助手 你身为我的脏鞋子 你怎么回事 你学过交通规则吗 国家民文规定 失去那步行 按喇叭你不知道啊 你按什么喇叭呀 就你有喇叭是吗 你这么狂当是有病 你抑郁是不是 昨晚没睡好 性生活不和谐啊 干吗 飞得更高 你飞一个试试 你从我头领人 飞过去试试你飞啊 你看看你 从头到脚没艺术演的地方 这是我的名片 有时间来找我 咱们俩好好聊聊 对对对 就是这种眼神 看不惯我 又干不掉我 爽了 跟男朋友分手 哪别人杀气啊 那算人吗 怎么了 你跟他干吗呢 纯心荡漾的 王源怎么下来了 你告诉他了 我怎么没告诉他呢 不是说给他个惊喜吗 那干吗呢 你等我 等我 等我 别激动 不是等我们的 看我干嘛 等我 就有个惊喜吗 宣布宣布不就是个形式吗 你要是我老板该多好了 努力总会有回报 接下来好好干 那我先走了 晚上一起吃饭吧 还有我两个好朋友 今天呢 好吧 我尽量 我给你电话 好 那我先走了 电话联系 我只说 不用 inventory 身体 扭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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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花痴 你倒我路了 你们俩怎么来了 跟踪你呗 王副总 洪友会来给你送生儿礼物了 那个 提前预祝我升职 那你晚上跟她吃饭了 肯定的 她来吗 她说尽量应该就回来吧 走吧 去哪儿啊 吃饭啊 我不吃了 我上面还有一堆事呢 你是工作狂吗 她是啦 那行吧 恭喜你升职 这是你应得的 王副总 谢谢 恭喜 谢谢 预祝你新婚大喜 晚上见 好 晚上见啊 花痴 慢点看 又没吃饭呐 还没呢 哎 这么多礼物 男朋友送的吧 不是 女朋友送的 你总算是要熬出头了 下午开会 一定是要宣布 你要升副总的事情 到时候你可得请我吃饭啊 我走了 拜拜 嗯 嗯 天天 爸爸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来 爸爸 嗯 我今天画卡片 哎呦 画得真好啊 这是爸爸 这是妈妈 这是我 来 天天 爸爸跟你说啊 你啊 在这儿画个小太阳 然后底下写上 祝妈妈生日快乐 好 喝吧 回来了 回来了 准备吃饭吧 好 你还买花干嘛呀 来 小黄 嗯 你不是一直想要戴项链吗 送给你 生日快乐 你说都老夫老妻了 你花这钱干嘛呀 行的 快吃饭去吧 嗯 快吃饭去 小链 你送给你 我给你好 你把你送给你 好吧 你送给你 但是我就是拿不定主意给你选哪条 所以我又转了一转 我发现这支笔了 这笔很好看 很精美 你看 它是名牌呢 所以我就自作主张给你挑一支笔 这样好不好 明天啊 我陪你一起去商场 你自己挑一挑你喜欢的项链 妈妈 我饿了 孩子饿了 吃饭吧 好 马上开饭啊 吃饭吧 田田 吃饭了 来 吃饭了 来 吃饭了 田田 来 田田 我们一起祝妈妈生日快乐 好 妈妈生日快乐 谢谢 生日快乐 你说婆永辉今天晚上会来吗 说不好 我觉得不会 什么叫我尽量呀 吃个饭要是蛮好尽量的 看你刚刚那样 今晚独穿也不来了吧 你少给我提点 不都说好了吗 今天晚上带过来见见 又抽什么风吵什么呀 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明明就是我甩了他 还要死皮烂给发个短信 过来跟我说分手 什么意思呀 要我抱着他大腿说 小妮别离开我啊 可能吗 说实话 你们俩到底谁先提的分手 当然是我甩的他了 今天开会的主题是 宣布公司副总人选 经过这段时间的观察考虑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合适的人选 相信他一定会胜任这个职位 这个人是 来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位是新员工 也是我们公司新的副总 叫林永俊 大家以后就跟就打皮特 大家好 大家顾长欢迎 好 王源啊 我是大心眼要生你的 你为公司做了多少贡献 没有人比我更清楚了 就在前两天 我老婆知道公司有了空缺 说什么都要她低雷补上 为了这事我都吵了好几次了 郑总 我们在一起共事已经好多年了 我一直都很敬重你 但是我没想到你 这么不懂职场规矩 你怎么会做 这种短视的行为呢 我也是 没有办法呀 这是我的辞职信 我会尽快把我手头的工作 跟李副总交接一下的 你 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我就先走了 韩文娟 我真挺可怜你的 我以为你这回时间 能长点呢 还是没超过一个月 我有什么好可怜的呀 分手预示着新生活的开始 要结婚的人才可怜呢 一辈子只能吊死在 樊冰一棵树上 什么机会都没有了 我看你就是嘴硬 我看你挺喜欢卢川的 我喜欢的人多了 我还喜欢张国荣呢 文静 巴黎又踢 文燕姨 好久不见你 还是这么性格呀 我真的是 短二年没见二年了 想死你了啊 这你孩子 多大了 七个月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 你结婚也不跟我说一声 我还说给你做伴娘呢 这谁敢找你当伴娘 这伴娘都比新娘还漂亮 我可受不了呀 哪有 你小孩呢 几个月了 我没结婚呢 结婚多没自由啊 是吧 那你男朋友呢 他也不着急接呀 我没男朋友 两个小时以前刚吹 那咱改天再聊吧啊 我先走了 行 请联系啊 拜拜 拜拜 孩子长得像他爹啊 眼睛那么小都分不清 寻白室 他就是传说中 巴林立老强的男朋友那个 就是他 我说他什么意思啊 他临走的生意 还害怕我 什么意思啊 顾全你可怜呗 那么大岁数还没加出去 觉得我可怜 我还觉得他可怜呢 学大哥学了那么多年 还随手优越赶来了 你俩斗这么多年还没斗够啊 跟他斗 是一个量级吗 你是不是看上脱家带口的 你特别羡慕 羡慕个鬼 结婚有什么好羡慕的呀 有个孩子倒是挺好的 看来这事得越到日程上来 你不结婚生什么小孩啊 谁说非得结婚才能生孩子呀 今年我就生一个给你看看 别胡了八道 我以后就不打算要小孩 我得丁克 丁克 丁克你接哪门子婚呀 我爸妈老催我 再说我跟樊平在一起 那么多年了 不结不太合适吧 除了钱和孩子们 肯定是你自己的 其他未来还不一定是谁的呢 尤其是老公 不生孩子还结婚 纯属自找麻烦 又没让你麻烦 可没让你结 你快点吃啊 待会儿去我家 帮我看看婚礼礼服 这事我得好好帮你看着 总是你没有点良心 跟良心没关系 对于我来说 婚礼啊 葬礼啊 都是需要默哀的 给穿得好一点冲冲洗的 吃不吃不到说不早算 帮我来 樊冰吧 不认识 喂 什么 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怎么了 什么情况啊 我明天见你酒店说 给我取消了 真的 连酒店都不可以你结婚 我靠你 人品太字了 你点错误了 你再说一遍 又人品质啊 赶紧走 就这样的不好意思 酒店临时有一个 重要阶段 一三一四房 实在疼不出来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 多重要的客人 你们难道酒店 就不讲信誉了吗 对不起 实在没有办法 现在只能是 给您换一间房 或者退还双倍定金 这间房间对我来说 有很重要的意义 要不这样吧 你说一个价钱 我可以适当加一点 真的不是钱的问题 这个是老板交代下来的 我们也做不了主 非常抱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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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吧 我们再商量商量啊 有什么事情再来找我 好的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 那能怎么办呀 你都说了没房就没房了 你把人杀了 当初就跟你说我帮你订 你不听你非得自己订 现在可好 傻了吧 那你说怎么办 能怎么办呀 换个地方呗 这有什么好的呀 我真没看出来 我带你去一个 最火的地方 只要你看上了 我分分钟帮你搞定 比这强多了 我就要这家酒店 那就换个房间 我就要这个房间 这我被你是不是 公主并犯了 换地儿也不行 换房间也不行 你还怎么逼呀 我就要这家酒店的 这个房间 为什么 我跟樊斌在一起七年了 每年的纪念日 都是在这儿过的 是吗 你跟樊斌连婚到美节 哪有什么纪念日 纪念什么呀 你别管 反正我不管 我提前一个月 就订好的酒店 凭什么告诉我没房了 他们酒店总得 注重信誉吧 你非要这个酒店 非要这个房间 是吗 我去帮你搞定 慢点 别碰坏了 这是明天 一三一四房间要换 好 那我抬高一点 稍等一下 你们说这是明天一三一四的客人 是啊 这照片看上去好像有些年头了 听我们经理说 这对夫妻好像是在我们酒店 刚成立的时候举办的婚礼 就在一三一四房 后来出国定居了 今年是结婚五十年纪念日 特地会过到我们酒店来庆祝 五十年了 就是真不容易 听说老先生腿价还不好 这次得坐轮椅过来了 能不能麻烦帮我 教下你们经理 行 有病吗 对不起 咱俩得了得 走走走走 吓死别这样了 对对对对 对对对 1314 没错没错 就1314房 谢谢你啊 谢谢 别说枪你的话 我都不好意思了 好好好 拜拜 怎么样 搞定 我打了无数个电话 还找了两个朋友 其中一个是这酒店老板的朋友 我把该说的和不该说的 全说的恨不得说我自己要结婚了 明天上午把房间给您收拾出来 您就可以入住了 咱俩得了 咳死我了 周小姐 您找我 是这样的 1314房间我不要了 你把丁金退我吧 如果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不好意思啊 好 好 晚上吃什么呀 我知道呗 你 你是不是有病 对 你是不是有毛病 我知道你有样了 对不起 对不起 我 我从现在开始 我都听你的 你说我去哪儿接 我就去哪儿接 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这破酒店 你知不知道我花了多少剧 我打了多少链 我找多少人才帮你搞定的啊 你哪儿都不允许 你必须在这儿跟我接 我错了 你原谅我吧 这一次 你都会找啊 你找点肯定比较好啊 你说 你是谁啊 你还宁远韩啊 你给我一头 你还宁远韩 你好 是我 我们晚上七点半开饭 我一会把地址发给你 我看情况吧 我 我今天心情不太好 我想跟你聊聊 好吧 这样啊 等一会儿我过去坐一下 好不好 我们等着你 谁啊 一个朋友 今天升职 想请大家吃个饭 女的吧 你这什么朋友啊 你没跟她说 我今天过生日吗 说了 说了你还答应她出去啊 你要是不高兴 我都不去了 这男的叫老黄 做建筑的 身高168 体重168 车牌168 手机号码168 宝马两个 奔驰两个 房子两个 老婆两个 可也算是非常有钱了 但她长期沦为 韩大小姐的努力 刊店 买饭 接送 跑腿 只要文静一声令下 她什么都干 即使这样 韩文静还是有事没事 总体对她 要么说她土鳖 要么说她黏人 说什么她配合什么 从不顶嘴 黄 现在这个品位 确实有长进行啊 这不都托大小姐的 我们来来 坐坐坐坐 里边里边 来来来 那装修方案是您给的 又便宜又上档次 来看的都说好 是吗 对对对 那我们三个人 在这个房间里 你视频有点大 不大不大不大 今儿是大小姐赏脸 消费全算我的啊 各位A子 A子啊 来服务员 刷刷刷刷刷刷刷 老黄 你这英文单字没长进啊 除了yes no和ok之外 不超过十个吧 你那小儿子英文都比你好 我这二十四个字母 全都背过来了 二十四个 那那两个呢 让你吃啦 还跟进 人家黄 你说二十四个 就是二十四个 好吧 我这楼上还有朋友 我招呼一下 你们玩好喝好啊 你招呼好啊你朋友 一会儿这个喝累了唱累了 可以上楼蹦会儿 二楼有蹦地的啊 黄 不好意思 谢谢老黄 我先走啊 我玩我玩服务员 我玩我玩我玩 是我最好的戒备你 我玩我玩我玩 我玩我玩我玩 你给我出秀 你干嘛呀 自己不去啊 我自己不去啊 你自己不去啊 下手歌是我的 你别亲眼啊 我最好的戒备你 我最好的戒备你 你带着 鞋钢太高 鞋钢太高 快快快快快 在这儿干嘛呀 碰友辉 你提碰友辉干什么 扫屁 你说他不能来 他答应了干嘛呀 这个男人是不靠谱啊 收拾他也对 好 怎么收拾 找人打他也对 打他管什么事 那怎么办 童吴辉 不是放王源鸽子吗 咱也可以放他鸽子呀 周小子 你挺坏啊 比你打得强吧 行 这事交给我来吧 行 喝酒 我 我难受 我跟他分手 我难受 我 替你难受呢 傻瓜 咱傻瓜呢 你跟他分手 你替我难受呢 我也没喝到 才能喝醉 能享受 离开就爱相撞满车 太冬车了 心就是晴朗的 没有人会把谁当心不过 小伟 我都绝症了 晚上的订婚宴我回不去了 忘了 希望你们原谅我 反悲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送个外卖给我 地址啊 请问这里是彭忠公司吗 是啊 我是火锅童的 彭忠总刚才打电话说 今天是他女朋友的生日 他请全店员工吃火锅打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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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 哪里可以摆台啊 会议室啊 走走走 快拍下来 走了 走走走 你好 你怎么来了 什么表情不敏 你别告诉我 你还没起来啊 大姐 赶紧起来了 都快十点了 我昨天晚上一晚上都没睡 干吗呀 知道自己要结婚了 吓得睡不着觉了 赶紧起来吧 走了 去哪儿 收拾房间啊 我把一天都腾出来给你了 想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 一会儿给王源打电话 接着他一块儿过去 你快点 姑奶奶 你快点 大姐 真服了你 快快快 你快点 你都馊了 来来来来 彭总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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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回事这是 彭总 您好 感谢您对我们餐厅的大礼支持 希望以后有机会啊 为您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什么意思啊 谁请客啊 你们好 打扰一下 那个 请问哪位是彭总 我就是 你好 彭总 不是 我 我是梁友足疗公司的 因为今天是你女朋友生日 而我们这些人 是过来给你做中药足底按摩的 不跑了 苦衷生快乐 快乐生快乐 快乐生快乐 谁女朋友 我什么时候有个女朋友 今天是我老婆生日 不是今天 他昨天不过了 怎么回事这是 快乐生快乐生快乐 快乐生快乐生快乐 快乐生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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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吃点吧 彭总 你们俩 出来一遍 来吃 彭总 好 来吃吃吃吃吃吃吃 来来来 谁给你们打的电话 彭总 我就是彭总 打电话的是个女的 她说是您助理 给我们打电话的 也说是您的助理 您看这单 地址和电话都对啊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嗯 都对了 你好 请问一下哪位是彭总 我就是 彭总 您好 我是网络一号店的送货员 这是您的快递 请您签收一下 您看一下 好 谢谢 好 谢谢您对一号店的支持 好 再见 请问哪位是彭总 这位是 彭总 您好 我们是电视台 DV栏目组的记者 刚才接到爆料电话 想对您进行一个采访 问题非常简单 来 过来 来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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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除了给小北之前进屋呢 我还准备了一个大礼给你 做起来什么大礼啊 别关系给我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干嘛这是 天气燃热 大家情绪低落 不过今天在一家私情里面 我们发现了这样一组 动人的场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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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薪 休假等福利一部新鲜 今天DV现场街道爆料称 天河区一家企业老板 在办公室内宴请全体员工吃火锅大餐 并且在餐后请他们按摩捏脚 这位老板用这种方法来鼓励员工 我们可以看到身后的办公室 已经是一片烦热的景象 天天啊 来 吃饭了 接下来我们采访一下 这家公司的老板彭先生 彭总您好 爸爸 据说您是为了庆祝女朋友的生日 在办公室设宴款待全体员工 您是怎么想起如此浪漫的举动呢 纯属误会啊 不是什么女朋友 其实是我的老婆过生日 也不是今天 是昨天 那您之前早有这个计划 还是临时起意突发奇想呢 就这样的 公司的员工平时啊 工作确实非常非常辛苦 这么做呢 可以让办公室的气氛 活跃起来 大家伙都可以放松 也可以达到提高工作效率的效果 那这种福利是一年一次呢 还是每个月都有 这个啊 这个看情况 主要还是看员工的需求 谢谢工作 谢谢 谢谢 好 好 我有个事你头还挺帅啊 吃饭 洗脚 送东西 这都是你们俩的主意吧 小北的主意 我就是个执行者 我认识电视台的一个朋友 我跟他说 那一定要准时去采访 下午务必要播出 还不错 言辟行 行辟谷 效果很好 王源 你跟我说 你是不是觉得很过瘾呢 没完没了里面 不是还有个精神病院的吗 为什么不把他找来 让他直接把孔永辉 带回精神病院去 那才叫完美呢 反正还剩半瓶酒 小北 来 干了 来 祝你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新新婚大喜 没结呢 那么多废话 干了再说 小北 你把这个礼服饰给我们俩看看嘛 是什么呀 这号都是笔着我做的 全球限量 仅此一见的 我当年求是我一设计师好朋友 帮忙做的 那你能不能让我出外景点 你那么笔试结婚 是什么呀 我虽然很笔试结婚 但是我不笔试结婚的衣服 不笔试 我捆 lashalan 难啦 快 快 早 werk 快 渐秋雪亮 惊喜意见 快 怎么办 怎么办 恭喜你啊 小白 王源 我想跟你说件事 我也有事想跟你说 那你先说 我辞职了 辞职不是 这事千万不能让文静知道 不然又不知道整出什么幺蛾子呢 不是怎么回事啊 空降了一个人才 老板那小舅子 我刚刚留学回来的 那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最近要不然先休息一阵 我哪有这心思 我接着找工作 换一架 从头干气 没事 车到山前必有路 待会儿咱们三个想想办法 你不是有事要跟我说吗 怎么没穿啊 是不是穿不进去 我穿得太好看了 我怕你妒忌我 真的 让我也试试 你不能试 为什么你都是 没有为什么 就是不可以试 你怎么都不奖励呢 你胸太大了 你穿不进去的 回头给你找一设计师 杨夕为你定做一套啊 乖 我还不知道能不能有那一天呢 准备你 我还不回来啊 我还不回来啊 对啊 作为新郎山山来迟 是不是太不靠谱了 打个电话催一下 到哪儿了啊 我正想跟你们说这事呢 凡备关机了 我还不回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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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回来啊